大家好,Chris 今天分享两件事 第一件事 Cancel Tax 加价22% 你怕吗? 什么人会被加价? 但这宗新闻是说苏格兰 但苏格兰也加价22% 你觉得英格兰威尔斯就得了吗? 即是是时间问题 但大家都 一个人只割了头 旁边的局跟着加价 苏格兰加完之后 我想英格兰威尔斯 大家都会参考 接着又会加价 所以这件事是关所有人的事 另一件事 这个标题算 英国开始捉了黑共 捉了100件 其实大家用两秒时间想一想 英国最多黑共是什么种族的人? 你想到什么? 我一早已经有答案了 我想到的事情 不知道跟你想的事情是否一样 这宗新闻不会深谈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香港人来到英国 就不会有可能是黑共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组织是可以 合法的居留工作 以及读书 一切都有保障 所以就不关我们的事 但这宗消费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其实也有好处 为什么有好处呢? 刚才我说用两秒时间想想 最多种族的人 会被逮捕的 我认知最多是非洲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戴口罩呢? 年纪时说有免费 打疫苗针的 不用用实名登记的 那时最多什么人 打疫苗 在伦敦 还要走出来打人的 你记不记得 那些是什么人? 大家想想一下 用你的记忆来想想 那是什么种族的 最多几条街 在等免费打疫苗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人 说完了 不然 说得太明白 会有感情的 所以大家感情就没有了 所以 这件事我不会常说 但我会觉得 对于大家来说 是有好处的 也对老闆来说有个坏处 因为现在 做老闆想省 做老闆 但又很难聘请人 又想便宜 但又难聘请人 有时有些乌鼠在帮忙做事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但是 这是在老闆的立场来想 但现在我觉得 作为一个市民的立场 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 没有了这群乌鼠 这群乌鼠 其实很多 在英国的朋友 研究会容易 但现在的能力也高了 真的 为什么 本身是很难聘请人 但如果没有那群人帮忙 更加缺人 他们又要把多些钱 请人去做外卖店 因为香港人大部份 都是做外卖店 有多少 我说 最多黑工 以我认知 都是外卖店 坦白 而外卖店 最多是香港人 为什么 很多香港人来到英国 都是做外卖店为主 因为赚到钱 是辛苦 首先是辛苦 但赚到钱 这是现实 所以如果他真的大规模打击 严厉执法 这件事 其实对大家来说 是有利 并无害 但对于做老闆的角度来说 当然不要了 已经聘请不到人了 我不知道他们聘请人的定义是怎样聘 我不是做食肆 我不知道 但是你明白 他们经常说很难聘请人 我唯有 挺而走险 既然现在不能挺而走险 很简单 就是加工 聘请多些本地人 又聘请多些香港人 吸引人 就走去做 唯有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对于大家来说 是有好处的 另一件事是Council Test Council Test 升22% 刚刚我都说了 其实 苏格兰进了一个投资 威尔斯 英格兰那边 都会跟 它什么时候跟机 当然 我说过昨天那集 我昨天那集也有很多人看 昨天那集说 这个楼价会大跌 越贵的楼价 跌得越厉害 昨天那集 今天 这个新闻也有点似 有点不似 为什么 他说那些Council Test 加那些 全部都是E EFGH 即是贵价楼 但是 为什么我要说 但是 Cris哥说前几天 一集问过大家 这些楼价格你会不会买 我第一时间在我剧集里 跟你说 不要买 不会建议人买 为什么 Council Test 是E 现在 今次Edan新闻 就是说这些楼价格 加那些Council Test 可能会加22% 问你怕 所以我说这些楼价格 没有二价能力 但是为什么这些楼价格 会那么贵呢 我怀疑这些楼价格 是特别少少商用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朋友 是没理由不贵的 就像我住 G12的朋友 我都是拿 不知道是拿C还是D 没拿到E那么贵 你明白吗 CD即是多少钱 我没记错 就是 160多磅 不知170磅 一个月 E其实是贵的 我理解 我觉得是贵的 但是现在人家的新闻 是针对由E开始 所以 你这些楼价格 其实没有价值 为什么呢 就是想加这些 贵的Council Test 即那些 物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楼价格很便宜 但 又是under offer 但是Council Test 买得这么贵 所以 有人 不知道 买不买乌鹰 真的会冲进去 他写在under offer 即是已经卖了 所以 我经常说 一样东西 这个世界 买得便宜是有原因的 可能这个人 知道 这宗新闻就快出了 说着出货 说一说这件事 这件事 我整件文字 我帮助 中文 中文 我们看中文版 这个文件透露 会议 税收重磅炸弹 计划将会征收 上涨22% Council Test 打击4分1的苏格兰家庭 4分1 即25% 即是 打劫有钱人 哈哈哈 所以我昨天说了 说有钱 越贵的楼子越有压力 那些人因为 利率加了 因为供不到的房价 你越贵的楼子 要借越多的钱 去供楼 而且利息越大 所以会沽了一些贵的楼 会买一些 因为外面租楼也贵 会买一些 便宜的楼 便宜的楼 即是住得久的英国人 会买 要买Council Test 要买Council 楼 为什么呢 Council 楼 一向 即是 即是怎么说呢 即是同一个 假设一个例子 同一个牌屋 三房两次 可能如果你私人楼的牌屋 可能他收的Council Test 可能是E 可能 可能是F也不算 但是如果你买Council Test 买Council的牌屋 是B的 哈哈哈 差很远的 所以 这件事不是我说的 住得来的英国人 自己 醒目 都买Council楼 为什么呢 政府楼 一向的Council Test 是便宜的 当然 有些人觉得 住公屋不好 即是Council楼 好像香港所说的公屋 但 为什么不好呢 可能你们那边的 治安特别差一点 即是英格兰 威尔斯 我不知道 居住得卡兰索的地方 那些人 就像我们香港那样 低端一点 随便宜 所以 他们怕治安 不会不会在那边 居住 但如果在苏格兰 来说 其实 这里 普遍的治安 我觉得是可以的 当然有些 真的离开罩的 那些 零当别论 但正常来说 大部分都可以的 是的 所以 这里在苏格兰住的 老外 通常他们自己 都贪便宜 买些Council楼 自己住 因此 无论 那些 法塔 那些 法塔 保险公司 那些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会便宜 那些法塔的费会便宜 而且Council楼 亦会便宜 这些法塔 就告诉你 也是这样 所以 昨天那集 你未看 你真的要看 很大机会 现在的贵价楼 有机会被人沽下来 因为 收贵的Council楼 继续讲下去 打击四分一的苏格兰家庭 富裕的苏格兰人 明正面对22.5% 市政税上涨 这意味着 迫切希望增加市 政府厅一部份 因为他们没有钱 根据当地负责人和苏格兰政府讨论的计划 房价大幅上涨可能会影响四分之一的房产 然后 这个是STUC的秘司长 一个组织 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称称组织 表示 囚责现今指示 对会议造成大幅削减的 贴药膏 保护散组织 这个是COLAR 不因为COLAR 洩露一部份文件 显示 由部长和理事会 的主持联合小组 关于税收 讨论 市政税计算方法技术变化 由2017年的EFH级 房产人士大幅上涨 尽管苏格兰人努力应付生活成本危机 但类似计划再次 审查 现在是审查阶段 关文子又说 如果市政税 利率维持不变 重复 17年的变化 以未着 E P&E 加速TES E F G H等 市政税会增加 E会增加7.5% F会增加12.5% G会增加17.5% H会增加22.5% 即是越有钱 就越麻烦了 我好像有些听众买了 DETECK 他真是麻烦了 他买那间三球 我猜他 5F都知道了 真是麻烦了 按照2023年24年会议 税计计计算 这些范围会设 住宅平均帐幅为 127磅 281磅 这些范围会议计算 这些范围会议算 每尺的尺价 我不知道 它是说 什么价格 总之 它有这样的数字 H 是741磅 2021年 E区有 349,550磅 F有 207,1807 套房 G 有 133,220套房 H 13,861套房 E最多 有30多万套房 F有20多万套房 G才是13,000套房 H才是13,000套房 越有钱就越糟糕 改变成数字 市政税负担 转移给那些有能力基因市 支付公命份额的 快速方法 越有钱就越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是对的 谁叫你有钱吗 但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当然是不对 又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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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哈哈哈 有谁这样说 有谁不想自己的钱 多些钱在自己身上 我明白 但没办法 你放心 你不要以为 少奇奇 我们住在英格兰 苏格兰玩的 英格兰也很快跟机 我希望 不要说我口臭 我希望你们没事 哈哈哈 接着再说 议会带来额外收入 就像2017年 做出类似改变的情况一样 根据这次变法估计 市政府会增加了1.7亿英镑 你说 他见到这个数字不放光吗 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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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然后草案包括一系列问题 如果是否应该增加 排名 4房的价格 人们说未闻到 加息幅度是否应该放在7.5 22.5之间 因为有加息幅度 需不需要收顺点 可不可以不要加那么多 接着受访者表示 上帐幅度应该少于 或者大于列出幅度 甚至不应该 这句真实 甚至不应该 不过你放心 他一定不会这么想 因为他现在想打劫你 他说这些东西出来 为什么不够钱 所以你跟他说 不上帐 你都不用想了 接着 系统任何改变 将独立于 议会可能 施加任何年度的加价 会以税级 是根据1991年房产的价值 而确定 接着 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 重新估计 这个COLA文件 也在这里说 联合工作组 也重新 股市长期选择 但他警告 这种方法需要 大量的工作 和资源 以靠 政治为口 为了增加额外收入 政府还在考虑 7万5千个英镑 至12万5千英镑 之间的 收入制定另一个 所得税的税率 即是说什么 现在说你收入了 你打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说一年 应该是一年计 7万5千镑 到12万5千镑 又要增加税 越有钱 越被人吸干 我想你香港人正常来说 不会被人吸干 为什么 如果计证 大家的薪金 应该跌下不了 这个法网 况且有些薪金 是现兜兜兜兜 即日出粮 即日出粮 我不会跟你报上去 你好我好老闆好 你又好 所以这件事 对老外可能影响大一点 老外真是糟糕了 工党议员又在吹 15年承担 废除市政府的政党 再次逼市议会 提高市政率 以填补苏家 南民族党造成的 财政黑洞 跟着 根据成本 危机中 苏格兰民族党的经济 无知 迫使数千名 苏格兰人账单上 上单 而政府 刺迷于独立 没办法 他们经常都在想这件事 我知道 这一项令人眼花缭乱的会议 遂上条 是苏格兰民族党 经济无能的结果 这是福利克特拉斯的时刻 我不知道是什么 接着 这条人表示 房价价值已经大幅上涨 因此 苏格兰政府 国康拉正考虑提高 FGH 房产等级的公平性 这就是正确的行动方向 虽然 欢迎 政府进一步投资 日日入资源 但这是苏格兰各地 大幅削減开支 的 通用 跟着苏格兰政府 和这个机构 应该 采取行动 引入利率審查 除更廣泛的 财务税 和财富税之外 摆脱不公平的 会议税 收入制度的一种手段 接着 对系统纵行修保 不能解决问题 去年推出的 STUC的税收 提案表明 几年之内 苏格兰政府 可能筹策33亿 额外收入 需要大规模 甲辩 和洪心 我们需要一个 准备好 指示一点的政府 接着又吹 保守党议员 有说 这些残酷的提议 让苏格兰 护主 感到惶恐 你害怕了吗 你惶恐了吗 尤其是在全球 生活成本 危机 苏格兰民族党 政府 復一年 长期 向地方 当局提供 资金不足 而要求 他缓填补 会议 财政据 打动 令人愤慨的错误 接着又说 强迫会议是否削减 当地服务 实施令人 花缭乱的 税 或者两者 结合不可能的决定 而 需要辞来承担 苏格兰民族党 达成的地方 的公民融资协议 苏格兰民族党 政府犯人 表示苏格兰政府 自力于建立公平 包容性的 事 废话不说 其实说真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英国 做银行 也好 做公务员也好 我说真的 那班全部 在我眼中 都是很流的人 我说真的 我以银行为例 香港做银行的 做到脱皮 真的脱皮 又要交货 又要交货 又要逼人买基金 英国 你见到壞样 做36 不做36 他的样子 好像在《藤空漫步》 我说了 他问一件事 几秒 我说几秒 说快了 你想想 到说得难听 真的很好做 尤其是政府 我还说笑了 例如 Chris 哥经常说 我申请了纳资 申请了上年两年 我最近收到 但我其实纳资 一年前已经被连了 我四张纸 连了一年多 都没有连了 我一直追到他 追到他 他都没有连了 终于骗给我 你想想 这些人做事 就是这样 我经常觉得 为什么你们这么穷 其实你们没有我们香港人 那么灵活 做事这么快 但你们经常 陶醉于在自己的世界 觉得你们 那个系统好 又或者你的人好 只是聘用自己 本地人 如果香港人 质量这么高 你是不是应该 要聘用香港人呢 真是说真的 你想摆脚贫穷 请多些香港人 就可以了 你可以摆脚贫穷的问题 因为 有效率 做业势 做业势 托荡 又交代 说真的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到的了 我刚才说了 越贵的房子 股收压力越大 尤其是 越贵的股額越大 反而 反而 反而那些股房子 那些 ex-council house 那些叫做ex-council house 反而 是有机会 受大众欢迎 因为没有东西 很简单 每个人都要给council test 哪个便宜 就在哪里睡觉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么想呢 我是真的 哪个便宜就在哪里睡觉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这一集 我给你一个意见 其实 在苏牙人住的老外 他们都很喜欢买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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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买ex-council house 就是公屋住的 没问题 他们觉得没问题 我不知道英格兰那边 公屋是否特别邪恶 或者特别 脂股差 这边并不是 所以 这里 政府楼 都很抢手 我有很多听众都住 council house council house 住着住着都说 很舒服的 装饰 可能 没那么干丝 没那么漂亮 但是 睡觉是怎么住的 可以的 脂股还可以的 卫生都可以的 所以 今天 Chris哥又把钱放入里袋 释放你 要买这个政府楼 说完吧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留言 每集分享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